envoy understicks internet 真是熟悉的感覺 那是 烤拉酸飯 乾粮吃完了 趕緊去買一些 我也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去哪裡找犀牛呢 老大 你想什麼呢 别一惊一乍的 是你想事情太入神了 我这不在发愁吗 团长说 马上要活着一只犀牛 送去走步进行研究 我想啊 如果我们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711小队就能升官发财了 好耶 升官发财 犀牛连个影都没有看见的 高兴啥 犀牛有什么意思 我的目标只有那两只小老虎 老大 那边好像有犀牛 把飞船停到隐秘的地方 驾驾行动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没有没有 你误会了 你分明就是在讲辩 那边吵得很厉害 我们过去看看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兄妹俩好欺负 没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这么想 我妹妹的哭成这样了 你还不肯承认 唉 明明是你弄错了 你还想怪罪于我 你干嘛 犀牛兄弟 你先别着急嘛 我们没有恶意 你想动手吗 不是不是 都直接动手了 还说不是 我只是 别乱丢 会摔烂的 你也太过分了 不但欺负我们兄妹俩 还特意叫了帮手 你们考拉都是 这么多生意的吗 怎么了 怎么不出声了 你知道自己理亏了吗 你干嘛 你搞错对象了 他是一个一比一的模特 不是考拉 那只犀牛可真是不长眼啊 我是卡卡 这是我的好朋友 琪琪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也不是考拉找来的帮手 我们只是看到 你们在这争吵 心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所以才过来看看 你是想帮我们评评礼 嗯 差不多吧 那太好了 我是胖胖 我带我妹妹嘟嘟 来买东西 看到这里 在卖十分漂亮的糖果 就想买几颗给我妹妹吃 但她非说这不是糖果 啊 嘿 真的不是糖果 而是看起来像糖果的 像皮擦 你还狡辩 我明明闻到水果的香味 你看 这是西瓜味的糖果 这是橘子味的 唉 这是最新的水果味文具系列 你看 还有葡萄味的墨水 你无理取闹 我都闻得出来 这明明是葡萄汁 唉 我看你才是无理取闹 怎么了 怎么不出声了 你知道自己理亏了吗 你干嘛 你搞错对象了 他是一个一比一的模特 不是考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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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果然是这样 冒险笔记上面是这样说的 犀牛族群虽然天生大力 但是其实都是大进士 而且他们脸上的那只脚 常常会遮挡视线 所以他们无法看清商品 也是十分正常的 啊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误会而已 大进士 大进士 嗯 开始改造 你戴上这个眼镜看看 清不清晰 啊 真的好清楚 真的是橡皮湯 不是糖果呀 是我没看清 误会你了 没事没事 嘟嘟嘟 我现在看得好清楚啊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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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虚犹牛妹妹 嘟嘟 嘟嘟小姐 虚犹牛妹妹 嘟嘟 你去哪儿了 哥哥 救我 嘟嘟 嘟嘟在那边 啊 哥哥 救我 救我 嘟嘟在那儿 回处嘟嘟的到底是谁 那是我们的老对手 迎合到领团 胖胖 就把问题交给我们俩吧 哥哥 啊 啊 嘿嘿 啊 葳葳 你要干什么 我要 找你们算账 要不是你们坏事 我怎么会失去狮子一族的领袖地位 还有长颈鹿城堡那次 我差点就当上了草原的酋长 葳葳 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狮子一族的领袖 本来就不敢是你 狮子一族的事情 轮不到你们老虎来管 行 我们不管你们狮子的事情 我们还有事要办 请不要拦着我们 哼 如果我说不呢 我就不信你能拦住我 呸 呸 哎 嘿 哎 呀 嘿嘿 怎么样 我的身手可是很灵活的 嘟嘟 嘟嘟 飞 呀 差不多 嘿 哈哈 呀 哇 放开我们 你用的那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为什么能把我们每一项子吸进去 这是空天球 我们银河道列团的外星高科技 管你什么外星科技 快把我妹妹放出来 犀牛族群虽然天生大力 但是其实都是大进士 我已经知道你们犀牛的弱点 只要猎师小技拿走你们的眼镜 你们俩干得不错 别夸我 这种脏活可不是我做的 你别说不来呀 来呀 来抓我呀 太巨人了 就让我来抱威威一把吧 看看小心 可以呀 快 波波你怎么回事 过瞄准的明明是老虎 是你自己封过来挡着我 别愣着了 快对付那俩的老虎 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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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愣着了 你们就去外球了 光波队长 那犀牛过来了 没事 还是睁眼瞎 过来也没用 太巨人 快了 我被骗到了 有了 你挡了 这把枪绝对不能给你 胖胖 能探紧我的手臂吗 你就顺着我的手臂指的方向 使劲跑 我去你看路 好 你去玩啊 嘟嘟 嘟嘟 你们受伤吧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你们跟我们回犀牛站 拨泼水节吧 对啊 泼水节快要开始了 那可是犀牛族和大象族 最最最重要的节日 好啊 第268个 第269个 好的 全都做好了 每人一副眼镜 来拿吧 是这边的好清晰哦 我一直以为 中心广场上摆的是一块大石头呢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一个犀牛的雕像啊 你看 我像不像这座雕像 我没看错吧 我觉得你没看错 原来河边的那些高山 都是垃圾山啊 都怪不得总有丑尔超级犀牛阵 这些垃圾都是附近的城市 倾倒在这儿的 卡卡 谢谢你给我们制作了眼镜 哈哈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下班啦 下班啦 我们下班啦 下班啦 下班啦 我们下班啦 你们终于回来了 卡卡 刚忘了说 我们还有三十多位居民 刚刚想班 麻烦你了 没问题 举手之劳 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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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找你 还有人没眼镜吗 我立刻给他做一个 不 那是我的朋友 大象达达 我想他应该没有技术的烦恼 泡泡 泡泡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他这么着急的找我呢 我们快过去吧 等等 我在这儿 泡泡 你快帮帮我 泡泡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居然在这儿 你们认识吗 糟了 我的背包可不能进水 卡卡 快跑 把待会儿再做金属 等等 你这是干嘛呀 他鼻子里面好像没水了 这下 他应该能好好说话了吧 哥 不会这么巧吧 等会儿 等会儿 是卡卡侦探和琪琪女侠 你们要一起泡澡吗 不了 谢谢 今天这儿为什么到处都有水啊 放开我 董董 你冷静一下 胖胖 你干嘛 快跟我一起对付那两只老虎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胖胖 你放开我 不行 我觉得你现在很不冷静 如果放开你 我怕你会做傻事 胖胖 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帮坏人 坏人 哪有什么坏人 他们就是坏人啊 就是他们 在我们大象镇搞破坏 现在他们又跑到犀牛镇来 一定是想阻止我向犀牛求救 等等 他们一直跟我在一起 压根儿没有去过大象镇呀 没去过大象镇 对呀 就算你不肯相信我们 至少应该相信胖胖吧 呃 达达 你冷静点 慢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刚才有两只跟他们长得一样的老虎 用一个奇怪的装置把大象镇的人都弄得晕头转向 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于是就想着赶紧来犀牛镇求助 一定是银河盗猎团 银河盗猎团 没错 他们就是多年前 入侵神奇乡的那帮外星人 现在他们又要卷土重来 哼 哪有什么外星人 肯定是你们在瞎编 是真的 嘟嘟都差点被外星人抓走了呢 幸亏卡卡琪琪帮忙 嘟嘟才逃过一难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暂且相信吧 我们也别在这聊天了 赶紧去大象镇看看吧 对 出发 银河盗猎团到底干了什么 这些大象突然间就痛苦地倒在地上 老德 他们就是袭击大象镇的老虎吗 没错 他们一来 我们大象同胞就耳朵难受得起不来了 卡卡 他们拿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上次那个 那个 外形很像 但用途应该不一样 冒险笔记上说 大象的耳朵非常灵敏 能听到很多听不到的低频声音 估计他们手上那个奇怪的东西 就是用来发射低频音波 大象们才被折磨得这么难受了 上次在狮子谱 我们就见过这个东西控制着河马和狮子 所以说他们一定是银河盗猎团 嗯 原来是这样 既然误会解开了 您就赶紧去营救大象吧 搞搞 你有什么计划 低频音波对大象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银河盗猎团居然能长期处于那种环境中 我推测他们的头套有隔音功能 那只要打飞他们的头套就万事大吉了 看你们还怎么嚣张下去 小老虎 你说什么 哎呀 你们终于来了 队长 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家伙 我等了你们很久了 不不 你在干嘛 一起感受一下低频音波的厉害嘛 二哥好痛啊 快给我一副二招 快 你说啥 不听不见 二招 二招 好痛啊 不明白 二招啊 二招 开肯来 这次我要把你们装进我的空间球 三四郎 把空间球拿来 你说啥 丽莉莎 把空间球拿来 我要把这帮家伙一网打进 啊 你说什么 你 空间球啊 空间球 听不懂吗 啊 原来你说这个呀 可了就直说嘛 还好我早有准备 不是饮料 是空间球 懂不懂 啊 这个呀 你说清楚啊 没想到你会喜欢这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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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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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把空间球拿来 把他们一网打尽 他 他 他们过来了 好 这就靠玩儿 你在幹什麼 薇薇 這東西讓我耳朵不舒服 你又不給我耳罩 只能打壞它 你要耳罩跟我說呀 有必要打壞這麼珍貴的低頻音響嗎 我說了 是你不把我當回事 你什麼時候說過 我剛剛就說過 你們停一下 我想說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非常危險 是用雙全的兩隻小老虎 竟接受我們最真誠的謝業 成為作水節的貴賓吧 太好了